Hello大家,今天要上新的是一支Guardian Party 36 作为这样的一支包的话 我们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变化 它的变化真的非常多 比如说这是一种形态 基本上在官网的话 我们看到的图片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形态 如果是把两边打开 打开之后呢 自然状态下应该是属于一个 看起来像长方形 或者是略微像T形的一个外形 对不对 那如果再把它打开一下 然后再像这样拓展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像一个沙滩包一样 当它处于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一些女生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夜下包来使用 这个状态其实很像LV的一款 购物袋那个样子 很多人把这种帆布拼皮的Guardian Party 作为一个爱马仕入坑的第一支包包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首先它是比较轻便的一支包 同时呢 它是一个长口设计的包包 我们知道很多朋友们会觉得 薄金包更好用 是因为它的长口的设计 在长口的同时 它并没有一个盖子 像薄金包那样作为一个隐私的保护 而是用这样简单的一个扣子 那其实呢 也能看得出来 它可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多的场景 比如说去逛超市 甚至可以拎它去买菜 对不对 买一些东西都可以用它来拎回来 作为Guardian Party 尤其是作为拼帆布的这一款的话 我觉得它的承重能力 会比很多皮革包包都要更好一些 尤其是如果是里面向外顶住一些东西的话 那皮革会有一些永久性的伤害 作为帆布的话 它的这种抗变形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同时呢 因为它的帆布的原因 它的重量也会减轻不少 我们知道如果是全皮的Guardian Party的话 它的内里会有多一层衬布 有点像爱马仕的防尘袋那样的衬布 那外部呢 是全皮的 这种情况下 它的整体的重量也会增加了不少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选择一个 可能不需要太多顾及的包包 不用考虑好像拿它出去会把它碰坏碰伤 那用帆布的Guardian Party 36 30都可以 如果是Guardian Party 36的话 我们不需要装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 带口收起来 看起来其实就很小了 对不对 那如果需要装很多东西的时候 随时又可以拓展成为一个大包 接下来聊一聊Guardian Party经常采用的两款皮革 一个是Country 一个是Nagoda 它们两个的分别呢 Country皮革它的层次感会更强一些 那Nagoda它会略扁平一些 对比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是Nagoda这款皮革 这两款皮革它的优点都是比较耐磨耐用 然后都比较防水 所以也是这种比较大的包袋经常会采用的皮革 这是一只A客2017年的包包 到现在有五六年的历史了 然后它的主要的使用感 其实边角就还好 轻微的使用感 那主要会是帆布部分的褪色 它的颜色本身是大象灰色的 不管是帆布还是皮革的部分都是大象灰 那缝线也是采用了 大家会经常采用的白色的缝线 我们看得出来 所以这里就不得不说到 爱马仕帆布包包的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像这样有颜色的 如果是白色可能会变脏变黄 如果是像这样有颜色的帆布的部分 有可能会是一种泛白 是一种失去本身颜色的这种趋势 帆布包包也会有优点 就是不会太担心它的包形有太大的变化 像这样比较轻的包 然后再加上它边上会有这种皮革做一定的支撑 再加上手柄这个位置直接延伸到下面 整个底部都会用这样的皮革来给它的包形做一个定型 所以在包形上我们应该不用太过于担心 以及它的手柄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耐用的 当然了大家在成装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 帆布的包不是拎着的 而是要抱着的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心 一只二手的Garno Party 36 拼帆布大象灰色 A克它的橙色大概是95成心左右 它也算是一个裸包 会搭配一个其他品牌的防尘袋 所以今天就是关于它的上心 我们明天见 拜拜